我现在来讨论的是正弦定律 正弦定律的证明的话呢 我们从三角形的面积来着手起 我们来看看这个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的面积我们的话呢列出来 三角形的面积的话呢是怎么算呢 是两边夹一角 二分之一 ABC的面积我们的话呢列出来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BC 也可以这么说是AC Sine B 二分之一 AC Sine B 好 这个等式我们全部的话呢通通乘上两倍 然后再除以ABC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两倍的三角形除以ABC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可以得到这个Sine C 这个Sine C留着除以C C是指的是三角形的这个长度 等于 等于 这是Sine A 除以A 等于 Sine B 除以B 好 我们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弦定律 但是我们如果考虑的是另外一个角度 一个三角形的外接源的情况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正弦定律的公式的话呢 就可以更加的扩张 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有外接源的状况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外接源 它并不会困难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以这个角B来看 现在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三角形的话来说 这个三角形 以及这个三角形的话呢 角B所对的弧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这个角B跟这个角B是一样的 好 那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写了 这边的Sine B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Sine B' 好 我们再继续写下去 以Sine B'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通过 圆心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通过圆心 必然是直角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这个假设它的半径叫做R 那么这个斜边就是2R 那它的对边就是B 那我们就怎么写呢 来 我们写出来是斜边分支对边 2R分支 这个对边是B 好 我们再把这个Sine B的话呢 用这个取代 B' 又等于这个来取代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是 完整的一个正弦定律的公式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写 会比较看起来简洁一点 A A 比上Sine A 可以等于B 这是长度 比上Sine B 等于C 比上Sine C 最后等于两倍的外接元的半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弦定律的证明 好好顺聊 奇緒 您 我 哪 二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